请问师父一家三口中有女儿,只有女儿修心灵法门,她的父母每天吵架,互相责骂对方。 请问父母照的口约是不是也要女儿来背?除了练节节奏,给父母还有什么方法来化解?请师父慈悲开始。 最好父母亲有一方只要能够练节节奏或者化解冤结或者念经的话,他们夫妻两个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是单单女儿的话很难化解父母亲的冤结的,女儿只是来还债或者来要债的,但是父母亲的冤结是上辈子遗留下来的,所以两方只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,有一个人念经,很快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 像这种的叫他女儿盯住妈妈或者盯住爸爸,哪一个已经有点相信的,拼命的盯着他念,亲命替他求,观世音菩萨,请保佑我父亲某某某,能够早日开悟,归依佛门,让他能够开悟,然后让他拼命的念经,让他爸爸能够相信或者妈妈先相信。 两个人当中只要一个人开始念经,很快的两个人感情就好起来了。